隨著北京2022年冬奧會的全面展開 冬奧的氛圍正在將走到北京變為冬季運動消費勝地 據當局早前聯合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介紹 直至目前北京市已經建成了49個標準冬季運動訓練中心 每個訓練場超過1800多平方米已經完成2022年全年目標 同時北京全市組織了冬季運動加連華購物節等多項群眾性活動 並以北京2022年冬雪消費為契機在全市範圍內發放超過4萬張體驗券 以吸引更多顧客前往溜冰場和滑雪道 當局更發布了2022年北京市冬雪消費地圖為公眾提供數字化的引渡服務 在春節長假期間北京市共開放了冬雪長股54個 接待旅客74萬人次同比增長253% 另外北京市亦正圍繞冬奧會主題 加快推出京章運動文化旅遊帶、北京冬季運動文化旅遊季活動 並啟動22個北京冰雪主題遊路線